美南河及其支流是泰国传统交通河道 早在1782年曼谷建成时期 美南河除了战略上的防卫功能 同时利用低洼沼泽地开挖成护城河道 以及作为交通引输 事实上路上道路一直到1860年代才正式兴建 曼谷逐渐沿着美南河以及河道向四周发展 也因此欧洲旅客将曼谷形容为东方的威尼斯 河岸除了寺庙 一些最著名的饭店及商业大楼也是零河而建 几度要居世界最佳的饭店榜首的东方饭店 香格里拉饭店 九世皇桥旁的太华农民银行 都是相当耀眼的建筑 美南河除了在着观光客的常卫船或是大小渡轮 还可以见到一艘小船 脱衣着三四节笨重的运名船缓缓驶过 美南河逛逛出世界上最肥沃的稻民产区 也肩负着运输泰民来回上下游的重大责任 想拥有一栋水屋吗 泰国的法律是禁止买卖水上木屋的 除非你娶了个泰国新娘或是嫁了个泰国老公 因为只能以世袭的方式传承 也正是如此 代表泰国传统生活的水屋 才得以完整物缺的保存下来 好吗 稍微